第461章 養衰的食相 陳翠一見到精神小虎第一時間問他 你是誰啊? 陳大師你好 我是譚小姐請過來的髮型師 故意上門幫你飛發 幫我飛發? 陳卓拿手摸摸頭頂 心想 是要飛一下 為何你不進去? 譚小姐說 剛拖完地 等乾了再進去 不要緊 你忙你的 等你有空我再幫你飛發 反正譚小姐給了我一整天的工錢 陳卓沒有理會髮型師 瞄一瞄嘴走向水房 一路走一路大聲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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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冷天時 連外套都不穿 真白癡 你起碼走遠一點才說 我喜歡啊關你鬼事啊 好啊 那個髮型師不知道聽不聽到 但他已經吸了鼻涕 一個人 站在寒風中嘻嘻嘻嘻嘻 陳卓入了水房 過了沒多久 就拿著滴水的毛巾牙鏟走回頭 剛好就碰到打飯隊回來了 陳卓索索的鼻子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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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有一陣肉香那樣 今天是不是吃紅燒排骨啊 淡台明月拿著一大盒 薯仔蚊雞走過 不是呀薯仔蚊雞呀 跟著他走進屋 哦薯仔蚊雞呀 柳寧就跟在女鬼王後面 手裡面拿著一大盒番茄炒蛋 之後就距離地面半米高的黃薯狼 頂著一大盒白飯走過 馮寶就走在最尾 盒著細半桶的冬瓜湯 站在一個人鼠鬼 易潛走一個小屋子 陳卓就被飯菜的香味吸引進去 而站在外面的髮型師 就見到一個二個全部進入屋子 完全沒有人理會他 今天天氣 畢竟是靈下 再這樣動下去 很快就死了 所以他糾結了很久 終於都開聲了 呃...陳大師 譚小姐 我可不可以進去等你們呀 今天真的很冷 淡台明月在筆飯 進來吧 順手關門吧 髮型師一聽到 就哩哩哩哩哩走進去 關門 蹦著門站在那裡 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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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冷氣 淡台明月筆了一大碗飯 放在陳卓面前 又拿起一個細碗筆了細半碗飯 放在自己面前 接下來就純箱 卻徐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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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micro Gegner 阿...我...我... 来了一个...个凌钟 黄鼠狼就很惊讶 鸵在外面冻了一个几钟 发言师就尴尬 戒笑笑笑话说 OK啦 我好疼得的 黄鼠狼很同情地望着他 那瘋了吗 要不就是你去黄塘食点 就说陈大师叫你去 哦不用了 我不饿了 饮水机那里有热水 下面有一些一次線的紙杯,你喝一口水暖暖身吧 好,麻煩你 髮型師沒客氣,事關真的凍到手腳都發了馬 這件事其實是不怪別人的 丹台明月,女鬼王,知熱吳知冷 柳嶺,你脫光那些三虎鞋物,丟他出去外面 他一樣玩得這麼開心 就算你丟他去南極,他也一樣跟那些企鵝玩捉衣印 馮寶,就沒有話事權 陳卓,只知道自己是冷還是熱 誰可以猜到,整間屋裡最有人情味的居然是一隻黃鼠狼 髮型師浸完熱水,就拿著那杯東西,坐在門邊 茶几旁邊,陳卓,丹台明月,黃鼠狼,柳嶺,馮寶五個人 就開始吃飯 黃鼠狼一路吃,說 哇,卓生沙,這一街筆連吃,不吃都不入味 那我... 柳嶺剛剛遞高的手,想上甲 黃鼠狼的爪劑已經拿著一叉,以信雷不及掩耳之勢 一手插一個雞腿 黃小貓 柳嶺發爛爪,誰隔到就誰了 哼 一家人吃飯,其實都挺熱鬧的 不過,除了淡台明月,食相比較優雅之外,其他人簡直是不忍直視 有一隻就像餓鬼投胎一樣,驚死吃少一口,薄了命地爬飯,薄了命地夾菜 坐在門邊的髮型師,看著這群人的食相 雖然,他們的食相真的很醜,但看著他們都挺開胃的 所以就看著髮型師不停地吞口水,但他都說了不吃了 現在只能夠偏偏看著 因為早上沒吃早餐,陳卓連續爬了五大碗飯 打了個呃一聲,很長的飽呃,才放下筷子 整個身向後一攤,拿著手輕輕地拍著肚子 飽了 黃鼠狼就拿著牙籤盒,抖了一支給陳卓,自己抖了一支 再望望柳嶺,拿著筷子,薄了命地刮盒裡面的汁,倒進自己的飯盒裡 說真的,如果不是淡台明月不給他奶盒 我想這些盒子之後都不用洗了 幾個盒子被他刮到一滴汁都沒得做 柳嶺才放棄,最後還把自己的飯盒拿到乾乾淨淨 飯後,馮寶負責洗碗,柳嶺負責撿茶几 在旁邊等了一頓飯的髮型師,由於全身都暖了 所以都等到開始睜睜睡 第462章,五顏綠色雜無歸 那個髮型師已經等到睜睜睡 於是便起身問,陳大師,譚小姐,我們何時非法 淡台明月看著陳卓,陳卓吃飽了 已經開始放棄工心睜睜睡 但昨晚睡得太久,怎麼都睡不著 躺在沙發上,用手撥一下撥一下頭髮 趁著頭看著髮型師便說,要是現在 好,那你拿一張椅子來坐,免得沙發責頭髮碎 陳卓起身,就近擔一張高椅去睡房門口 遠離那張沙發 髮型師打開他帶來的皮箱 皮箱裏面整齊擺放著他的穩食工具 陳卓何時見過這樣的陣勢啊? 上一次他剷光頭,只用了一種工具 就是那個推展 所以他一直以為非法只需要一把推展就夠了 咦?這個有牙的剪刀是做什麼的? 哦,這個是非法的時候剪出層次感和偷薄的 哦,這個我知道,這個是推展,用來剷光頭的 是啊是啊是啊 那個髮型師幫陳卓圍上這條圍裙 請問,你要試這個怎樣的髮型呢? 陳卓看一看整個行李箱,然後又說 嗯,你給我用齊這些工具 然後,嗯,剷光頭啊 這句話,髮型師都不知道給他什麼反應 剛剛想出聲,有一部粉紅色的手機出現在面前 按照這個跟他飛吧 淡台明月隊那部手機過來又說 手機上面顯示了一張奧巴的照片 三七分界,額頭前面的髮尾就內卷 淡台明月跟著說 飛完花再穿谷谷油,不用驗髮了 哦,好啊 喂,給卓真神看一下 陳卓在那裡鬼殺甘草 淡台明月隊的手機在他面前 陳卓看著手機,由上到下看了一次 收回的視線,想了想,再看一看 這個那樣子,哪裏符合社會卓的氣質啊 如果跟猴子乾雅院大戰 他扭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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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頭髮 看白場仗都沒打 猴子乾雅院已經笑死了 想到這裏,陳卓就好鄙視這些糧炮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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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真神乃宇宙大大的真神 怎麼會飛上這個女人頭啊 堅決不行啊 這個不是女人頭啊 你看看他,是男人來的 你不要騙卓真神啊 他化了妝啊 跟打眼二弟你一樣 對眼黑色的 唉,那換一個了 這個行不行啊 不行啊不行啊 這個髮型很醜樣啊 法刑師在線卑微地看著兩個人 亡言失措 不過有一件事呢 他真的很羨慕 面前這兩個人雖然是意見不合 但都沒想著噴到對方一臉皮 再想想自己那個無法無天的女朋友 發刑師內心已經雷流滿面了 陳卓和丹台明月爭竹半天 陳卓讓步,不剷光頭 那天飛一個長消息的平頭 跟他的兵哥哥差不多了 吵吵吵吵吵 陳卓勉強向著丹台明月希望的方向改變 發刑師拿著剪刀在陳卓的頭上 開始show call 丹台明月坐在旁邊 一路監督一路拿著手機上淘寶 打算買幾套 配上陳卓這個髮型的衣服 不過 都未飛完髮 陳卓就熟到髮型師的絕緊霧 喂 為何你的頭髮黃禁禁呢 哦,我啊 我的頭髮染的 染的? 那除了黃禁禁還有什麼顏色? 哦,顏色就有很多 紅橙黃綠青藍紫黑白 你想要什麼顏色都有的 糟了,開正陳卓那飯 陳卓最喜歡那些花花綠綠的東西 他的頸一縮 兩隻手就由下向上 摸著自己的頭髮 面帶笑容地說 我想將這住野染成五顏六色 淡台明月一聽 還得了? 不行啊 什麼不行啊 當然可以啊 卓真神的頭 卓真神自己作主 你快幫卓真神染啊 這一塊染成紅色 這一塊是橙色 這一塊是綠色 這一塊是綠色 這一塊是白色 還有什麼色 全部都染上去 發營師聽完 整個人嘔吐了 不知道怎麼辦 他做了這行這麼多年 都沒試過有客人提出 這麼離罩的要求 關鍵是不要看啊 淡台明月出聲明明 不准染啊 我要染 我要染 我剷光它 唉 真是玩死的發營師 要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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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真神誰都要染 就是這樣 一人一鬼 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爭辯 柳玲 縮在窗簾後面 隔了半個頭出來 眨著眨著眨著眼看著 過了很久很久 淡台明月先鼓氣琴 跟他氣爆爆的坐在一旁 他被陳卓打敗了 他不是那種無氣度的小女人 更加不會上演那種離家出走的戲碼 他只是不想跟陳卓說話 陳卓在將她的頭染到五顏六色 這一方面 真是站得很硬寸步不養 所以最終 就五顏六色的染髮膏 全部都塗上頭 到下午四點 發營師小哥哥就收了尾掃 好滿意的拿著皮箱 逃離青山精神病院 而在屋子裡 就衝出一個異氣風化的笑臉 他頭頂的柱毛 就像一個五顏六色的烏龜殼 蓋在頭上 寒風吹過 那個畫面就是 他頂著一隻五顏六色的雜毛龜